蓋核電廠有多了不起 技術有多 當初三里島爆炸的時候 美國誤認為那個維族體是一個安全的殼 所以以為核電廠是安全的 一直到車諾比核災 再加上這次的日本福島核災以後 才粉碎了維族體是一個安全殼的神話 然後台電怎麼樣講 都一定講說這三個國家的核災都是人為 所以我們每次進去核市場都會說 你們這邊都機器人 都不是人 因為這樣就不會有人為舒適 台電都說他很安全 那就是都不是人就對了 這些資料可能大家可以上網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只要是一個核災 一個核電廠的災害 他的所有的災害 不是當下就能夠解決的 就是最鄰近的那個福島核災 大家都知道 兩三年過去了 他現在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我這次去日本 吃到一個蘋果 還說青森的蘋果 很好吃喔 結果一直吃一直吃 吃到中間的時候 沒有芯耶 他的芯喔 他的那個蘋果裡面沒有芯 我才知道吃到 欸 可能沒有輻射 忽然的蘋果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台灣進口 其實他們當地 核輻射真的是很嚴重 而且他那個蘋果的中間 就是有點咖啡色 但是不是爛掉喔 就是變色 但是沒有蘋果心跟沒有蘋果實 我吃了一顆 為這次的工作付出沉重的打架 然後再接下來 這個也是講福島核災 這些資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重要是福島的輻射 外洩跟著洋流 是危及全球的 那我們在日本的附近 就是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要下水游泳的時候 最好是在東部 台灣的東部 畢竟東部是面向太平洋 那太平洋的水流環流 離山離島也比較遠 至少自己安慰自己說 有一點安全 那這個就是村上春樹 以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就是因為美國在長崎跟廣島投下兩顆原子彈 然後解決了 終結了二次世界大戰的糾紛 那時候日本人在長崎廣島的受難者的墓碑上 寫了一句話叫做請安息吧 因為我們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不會再受原子 原子核爆的那種災害的意思 可是在311 這是陳炯銘翻譯的 這個陳炯銘是我的好朋友 他現在在天上反合 他在說的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那個日本人當然是很痛恨美國人投了他們兩顆原子彈 可是他們後來自己竟然發展核電 那也是原子能的一種 所以他們就說把在日本時間 2011年的3月11號的下午2點46分 彷彿打開了一道通往地獄的門 陷入了七層狀態 這才是現實 因為當初他們 我們台灣只有一個核電公司 那日本他們有21間核電公司 每一間核電公司就有一個以上的核電廠 所以那時候他們這些電力公司 都會想要推銷他們的核電 所以他們就說我們需要這個便利又乾淨的電 可是在311那天啊 他們才知道那個不是便利又乾淨的電 是通往地獄的 這個就是日本核災 那這個 我剛剛有講我們共僚人 我是第三代的反合人 這個是我們共僚人 上街頭的時候 我們的鄉親 誠心的向天祈求 讓我們費恆的心願能夠早日達成 我們現在的那個前幾天 4月底的時候 4月28號那天有那個萬安演習 叫大家都躲在家裡 不曉得躲什麼 我們的演習又是花錢那個 完全沒有實質的那個 那如果以核災來講 20公里是疏散那個逃命圈的話 其實這三個核電廠 北部的三個核電廠 是大家都沒有地方可以走啊 連跳海下去都要游泳的技術很好才有辦法 這種核災發生的話 不是你躲到防空洞裡面去之後 然後等飛機走了你就可以出來了 就是一旦核災發生的時候 就是一旦核災發生的時候 你是沒有地方可以去的 你都只能夠一直逃一直逃 我們台灣就是這麼大 南部還有一個核三場 他不是上上禮拜才發生火災 沒有跟大家講 結果屏東縣政府就告他 告他沒有告訴大家 所以台電會這麼不負責任 其實是因為我們人民啊 沒有找對好好跟他們應對的方法 廢核絕對不是靠遊行 一天就可以解決的 所以我們在地的人啊 阿姨姐她也曾經跟我們一起開會的時候 我們也討論過 我們台灣對於核災的應變 我們準備好了嗎 我們災民的食衣住行 到底要安置在哪裡 大家有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我們的食衣住行 一旦台灣有核災的時候 我們的食衣住行 政府為我們的食衣住行的安置 大家有基本概念沒有 連考有沒有考 考上政大之前你們連考有沒有考 考說一旦核災 一旦我們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們能逃到哪裡去 我們的食衣住行 政府為我們準備了什麼 考試不考 大家都可以不知道 而且我們也覺得 一旦有核災演習的話 應該由人民來出題目 由在地居民來對防災的單位出題目 這樣子才能夠知道政府的救災能力 是不是符合現況 而不是讓他們永遠來樣板的演一演 然後到處噴噴水 雲聽上上下下這樣子演一演戲就好了 所以對任何事情我們要正確的解讀它 然後確實的做到點 我們現在只要大家每天寫信去問 就問任何總統候選人 問蔡曉英也好 尤其是要問蔡曉英 蔡曉英在復行政院長任內 無數次的到核市 要求他們趕工早日 早日完工發電 甚至他撥了當年 350個年輕工程師進入核市場 現在那350個年輕工程師 還在核市場裡面工作 可是蔡英文卻站出來反核 我都不曉得她是在反什麼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來檢測政府是不是有救災的能力 譬如說我們就演習的時候 我們就看是消防隊還是海軍還是空軍 他們應該具備怎樣的救災能力 他們能夠應付哪些狀況 然後一旦發生核災的時候 我們要面臨多少樣的狀況 是海嘯還是地震 還是像核山場那樣裡面自己發生火災 就太多太多 然後甚至像徐光榮教授說 如果有一家飛機迷航的或是失事故障 他在三分鐘之內 墜落地點剛好是核電廠的時候 我們的救災應變中心 他們有怎樣的措施 那是不是我們人民有權力知道的事情 我們每年納稅呢 納那麼多錢 我們家有幾個人上班 努力上班就有幾個人在繳稅 所以我們是有權力來驗收政府的救災能力 所以下次在演習 那個房災演習 不要再躲在家裡看電視了 大家全部都要出門 站在西門町路口 搖起吶喊說 或是站在巨蛋 小巨蛋外面 說現在是要安打扁 幫柯P一下 這是2013年 我們最多人出來反核遊行的那個時候 但是往事只能回味 今年的反核遊行 大家都可以看到那個 漆漆涼涼的樣子 大家好像覺得 核能越來越安全 還是核四封存就表示已經廢核成功 所以我要更努力的出來演講 在2012年我全台演講 在2012年的下半年 號召了一萬多人進去核四參觀 整個撼動核四內部 我們來認識一下所謂的核遊行